美國共務卿克里結束在中國的短暫訪問後 訪問南韓 星期一在韓國大學向師生發表演講 受到熱烈的歡迎 克里首先談到言論自由問題 克里說美國認為無論網上還是網下 人民擁有同樣的言論自由權 各國應該共同壓制和有效應對網上威脅 美國認為數碼政策應該是努力尋求實現技術潛能 這是實現全球穩定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手段 是強化政府透明度 以及對施政負責的創新方式 另外作為加強社會力量的方式 技術潛能還是公眾言論表達的最新的民主形式 克里直言不諱地談到了亞洲地區國家的互聯網自由現狀 並點了北韓的名字 他說在亞太地區 南韓和日本是世界網民比例最高的國家 而北韓他是正好相反 在世界上上網率是最低 統一管控最嚴苛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好像北韓那麼極端 但是希望收穫互聯網經濟實惠 它是關閉政治社會 以及宗教言論通道的國家卻不在少數 這些國家設置的網上過濾裝置 消除人民可見可修可傳的各類信息 並且限制交流的對象 針對最近北韓頻頻的軍事動作 克里維吾南韓外長尹秉細的時候說 面對北韓的威脅 美國的決心堅定不移 北韓最近的行為顯然表明 他們更加不願意理性地走到非核化的談判卓上 美國在這個地區還面臨其他的挑戰 他們就期待就此共同磋商 南韓外長尹秉細分析了北韓國內外目前狀況 尤其是北韓最近的潛艇彈道導彈試射 他說外交上終會與美國共同協調 以強化對北韓的威懾力量